迎接中休連續假期 但有颱風來巧 9月12號颱風梅花8日 早上8點生成 看看路徑目前影響台灣不大 但氣象局預估9月11日 禮拜天收假當天可能轉中台 9月11日到13日最接近 被台灣降雨紀律增 在週六晚上開始 一直到下週三 因為受到水氣增加 而且北風也逐漸的增強 在迎風面地區 尤其是北台灣這邊 降雨紀律會提高 可能會有短暫震雨出現 颱風攪局民眾最關注 是否會影響到賞月 根據天氣公司資料 東北角50% 北部60% 看到月亮的機率 只剩一半左右 而且受到颱風外圍影響 恐怕呈現多雲或是局部震雨 中部100% 花東60% 南部80% 都能好好賞月 東北角可能比較難看得到月亮 降雨指數應該是雲遮月 或是雲半月的 這樣的一個形態 東北風影響的這個情境 可能在月晚 禮拜六晚上越晚 越不容易看得到月亮 由於天氣影響 可能降雨 包括東北角大台北地區 可能都不適合戶外烤肉 另外國道5號下午北上出現塞車潮 一度回度兩公里 其實國道5號上午11點 就開始湧現車潮 國五南港系統到時定南向路段 一度時速不到40公里 恐怕將一路塞到半夜 高工局也預測 廉價首日國五預計塞車 從凌晨5點到下午4點 空塞11小時 提醒民眾出門旅遊返鄉 注意路況資訊 避免塞車影響心情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GO 掃一下